我们高居 高居的地理 我们高居 荣耀的希望 尊贵荣耀 守在能力 我们高居 耶稣的地理 我们高居 高居的地理 我们高居 荣耀的希望 尊贵荣耀 守在能力 我们高居 耶稣的地理 我们高居 高居的地理 我们高居 荣耀的希望 尊贵荣耀 守在能力 我们高居 耶稣的地理 你是 你是世界的拯救 你是得胜的巨王 你是明亮的身心 你的国度 没有究竟 你是 来吧 你是世界的拯救 你是得胜的巨王 你是明亮的身心 你的国度 没有尊贵荣耀 你的国度 没有尊贵荣耀 你的国度 没有尊贵荣耀 你 没有尊贵荣耀 我们高居 高居 你的地理 我们高居 荣耀的希望 尊贵荣耀 守在能力 我们高居 荣耀的希望 我们高居 耶稣的地理 我们高居 高居你 我们高居 荣耀你 耶稣 尊贵荣耀 送着的灵 我们高居 耶稣的灵 我们高居 耶稣的灵 我们高居 耶稣的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真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 真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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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永远 将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当我的心动钥匙 我仍要心靠耶稣 你是我的一切 我心所以靠地 当我的心动钥匙 我仍要赞美耶稣 你是我的倘宝 我仍要赞美耶稣 你是我的倘宝 我心所以靠地 你是我的倘宝 你在我的倘宝 你是我的倘宝 地盼望 我心所以靠地 Alleluia Alleluia 耶稣永远唱全 Alleluia Alleluia 耶稣永远唱全 白车 大雨中 你像我是慈安 我要歌颂祷告 你是我的诗歌 我的必然所叫我 抬起头的声 白车 你像我是慈安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你是我 你是我 我的必然所 将我 抬起头的声 Alleluia Alleluia 明日终于 你追击 旧的生命 万物几场 Halleluia Halleluia 你像我们最终于 你身杰荣耀 尊贵 能力 都会与你 你身杰荣耀 你是我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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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 我们的生 存在的父亲 存在的父亲 神经充满荣耀 我们亲爱你 全能力 生 我们尊重你 全世界荣耀 我们尊贵 能力 都会与你 尊贵荣耀 尊贵荣耀 能力 都会与你 尊贵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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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胜利 耶稣我爱你 希望你跟随你 我的胜利先给你 与其释迦跟随你 给你荣耀 冲写在我胜利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胜利 耶稣我爱你 希望你跟随你 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我堵入在天上 赐给我 别怕不觉得力量 如影城市 伤得很飘香 一起来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我堵入在天上 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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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跟随你 我堵入在祈祢 我堵入在祈祢 愿意荣耀 tak解在我胜利 有些安静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为着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 再次的有生命的气息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感恩 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 Amen 我们就为着我们自己来感恩祷告 也把我们生命再次的交在神的手中 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能够在敬拜里面 在赞美里面 神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再次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主耶 主耶 说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我们将我们生命再次的交通在神的恩典当中 主啊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 主啊 我们完全的仰望祢 我们可慕更多的来经历祢 更多的来经历祢 神的恩典 帮助我们神 吃着碎尸 在花园中的帮助 主啊 我靠着祢 凡事都能做 是神的 我们生命有祢 我们生命属于祢 主啊 我求祢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经历祢的同在 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的遇见祢 祢是我们的神 谢谢祢 谢谢祢 我们也继续为着我们来临的全能更新营 我们也要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在当中 来帮助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 新家人们 都能够得到帮助 在这更新营里面 我们的生命 能够再次的被神来翻转 有捆绑的 在逆境中的 或者是在疾病当中的 我们都求神 来去医治释放我们 让我们一起开生 为着全能更新营 也为着当中的导师们 组长们 还有我们的牧者 都能够有神的智慧 能力在我们身上 耶路亚神 让我们感谢祢 为着我们全身更新营 我们完全交托 主啊 祢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事 主啊 我们要将每一位 在当中一起参与的 主啊 我们的仰望 在神的二手当中 求主 以用每个人都在 主啊 祢帮助 让我们在 参与的每一位 主啊 我们都能够得着 神的能力 我们都能够被神 让我们一起开圣 也为着今天早上的崇拜 无论我们在这里的 或者是儿童的 除了学 我们都仰望 带到神的面前 也为着 我们的讲员 滑翔教师 来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 在当中来掌王权 聚受惠 我们一起来开圣 为着我们今天早上的 崇拜 聚会来祷告 为师父 感谢 祢 祢要将我们崇拜 将我们儿童的 主的学 聚会 我们都仰望 在神的恩寿 祢啊 祢是 掌王权的神 为你今天早上 在这里 舍利 你的宝珠 我们愿意更多 有你 为着我们的花香 教师 祢我们也带到 圣灵的恩寿 祢 祢恩高他 帮助他 给他指挥能力 让他今天早上 所分享的 也让我们所听的 都能够得到帮助 祢 感谢 祢 祢 我们每个人 懂得 神 祢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献上 满心的感谢 赞美给祢 主 我感谢祢 感谢祢 带领我们 今天早上 能够来到 神祢的面前 我们要来敬拜祢 我们要来赞美祢 使得主啊 我们的生命 有软弱 我们的生活 有挑战 可是神啊 在祢 凡事都能 主 我们愿意 将再次的 将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仰望 在神祢的恩寿 求绝书祢 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我们要将 今天早上的聚会 崇拜 都仰望交托 在神祢的恩寿 也求祢祝福 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员 华翔教师 主啊 祢恩高 祢的仆人 主啊 祢恩高 祂的口 给祂智慧 和聪明 好 让祂今天早上 所分享的 也让我们所领受的 都能够得到帮助 主我们感谢祢 将一下时间 将我们每一个人 将还没有来到当中的 弟兄姐妹 我们都仰望 在神祢的恩寿当中 求祢 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考 我就结束 最宝贵的圣明祈求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宣照 我的神 我要遵从祢 我要永永远远 称颂祢的名 愿世世代代的人 都要颂赞 并传扬 你的作为 我们今天的圣餐 主的崇拜 是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举行 愿三位一体的真神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从开始 直到结束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大家祝祢平安 此时此刻大家早上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Oh yes 是的 我们的时间 过得真快 我还记得上一次 在这里 跟大家拜年 转眼 我们就过完年了 然后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的一天 我们能够跟家人一起的来聚集 一起团圆 都非常高兴 可是新年过完的好像 嗯 没有目了 我在一个的群组里面 看过一个的信息 我们还有三百多天 又过年了 这代表着什么 我们要有期待 对不对 我们要有期待 虽然年过完了 我相信 我们还有三百多天 我们又要过年了 可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三百多天里面 我们是怎样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Amen 在这里有个经文 跟大家分享 罗马书十二章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神要我们将我们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在旧约 我们知道 人献祭都是什么 都是死祭 对不对 都是献上羊宰羊宰牛 格子来去献上给神 可是当我们的神信悦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赎罪祭 然后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弟兄姐妹 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献上给神吗 愿意吗 怎样能够将我们生命当作活祭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 我们都把神放在首位 把神放在第一位 我们凡事都要来依靠神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神的圣名 Amen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将神 你每一天都要把神放在首位 将神放在首位 Amen 每一天都要将神放在首位 Hallelujah Amen 相信我相信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去行的时候 神是喜悦我们的生命的 Amen Hallelujah 让我们再次的将荣耀的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让我们先上真美情 何以敬拜在爱里 无分事在在你天中 化不大喜乐 让我们俗生的恩典 赞美进入你的愿 神的高佑就必永留在这里 Amen 是的神的高佑 神的恩典 要留到每个人生命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大声都来唱 赞美书的生命 来起来 赞美出生命 赞美出生命 明明在圈里和几美 你的心事 你心事光大 严密不断绝 你痴爱永远长存 让我们先上真美体 何以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在在你天中 化不大喜乐 让我们俗生的恩典 赞美进入你的愿 神的高佑就必永留在这里 我们真美 祝你 赞美出生命 赞美出生命 明明在圈里和几美 你的心事 你心事光大 严密不断绝 你痴爱永远长存 让我们先上真美体 何以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在在你天中 化不大喜乐 让我们俗说你恩典 赞美进入你的愿 神的高佑就必永留在这里 让我们先上真美 让我们先上真美体 何以敬拜在爱里 何以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在在你天中 化不大喜乐 让我们俗说你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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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进入你的愿 神的高佑就必永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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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的說連他完全都斷開 來望目的美大生命 今天是書說命令的日子 只要的是可以來當 醉的說連他完全都斷開 來望目的美大生命 一起來 嘿 心就交換代價心 賤很高說不清 等喜樂充滿我 心有留下 愛祝他能恩高來宣揚 我祝榮耀藏見 Amen 我們來宣揚絕樹的生命 Amen 好 我們起來唱 我感覺 我感覺主恩高充滿我們 從前身體聖靈正在一起 帶下一次的仁天 我感覺這聖靈曾教觀眾 教會心機大聲卻全榮 要自明 今天是書說命令的日子 只有 只有時刻意來當 醉的說連他完全都斷開 来往无赞美大生命 星球跳滚来下星鲜能高 说不尽特喜乐充满我 星游流下带出大能人高 来宣扬我族荣耀掌血 起来星球 星球跳滚来下星鲜能高 说不尽特喜乐充满我 星游流下带出大能人高 来宣扬我族荣耀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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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luia Amen 再大的掌声给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神 是我们生命的王 Amen Aleluia Aleluia 耶稣 我们赞美你 以你生亡 Aleluia Aleluia 耶稣 耶稣我们感谢你 以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主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 能够再次经历神里的新酒 新油 浇灌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也是我们渴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把神里放在首位 让我们能够面对任何困难 挑战逆境的时候 主啊 我们晓得紧紧的 来自己抓着神里的手 因为你的恩典 足够我们使用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早上再次的来到 神的店中 我们要来回应 神的呼召 主说孩子 回到 我的身旁 我愿意来去帮着你 只要你常常的 顾念 思念着我 我是你的王 我是你生命的主宰 你就把一切的重担 一些的困难 甚至疾病 都交托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为我们定死在 十字架上 成为了赎罪祭 虽然我们又软弱 可是神说 回到我的根前 将一切都交托 让我来帮着你 主啊 我们在这里 求你顾念我 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 靠着你 凡事都能做 主啊 你是我们的使 你是我们的王 祝天都要述说 神的座位 祝天述说 天赋的荣耀 仍常转扬 奇妙的座位 张开双手 患不得抱住 患口全人 你是我们的神 祝天诉说 祝天诉说 天赋的荣耀 仍常转扬 祝你奇妙的座位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座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民清白全能上 我们尊重你 圣殿荣耀 尊贵能力都归于你 圣殿书说 天父的荣耀 重藏转扬 奇妙的座位 张开双手 万物的宝足 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身边走开 荣耀 万民清白全能的神 我们尊重你 圣殿荣耀 尊贵能力都归于你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民清白全能上 圣殿充满荣耀 我们尊重你 圣殿荣耀 圣殿荣耀 圣殿充满荣耀 圣殿充满荣耀 我们尊重你 圣殿充满荣耀 圣殿充满荣耀 生育能力都归于你 oh, oh, woman, this I, this is what it is, yes, you oh, oh, o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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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你说我命里救你 你自己救的生命 万不及藏 Hallelujah 神在山 在山的 你说我命里救你 你自己救的生命 万不及藏 Hallelujah 神在山 神在山 神在 神在 啊 人 救命 神在死 都归于祢 使得圣洁 荣耀尊贵 能力都归于祢 唯有靠着祢 主啊 我们得着能力 我们得着神祢 来自祢的荣耀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晓得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要来去依靠祢 都要来去跟随祢 耶稣你告诉我们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主啊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弟兄姐妹 你准备好 将你的生命献给神吗 耶稣说 孩子们 我在这里 只要你愿意 来到我的跟前 我就帮助你 只要你愿意 来到我的怀里 你要相信 神的恩典 足够我们使用 Amen 让我们回应神说 主啊 主啊 我们就在这里 求主你来使用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神啊 我们在这里 耶稣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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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你的爱 像神叉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是的 主啊 我们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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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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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为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主主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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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赢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会赢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会赢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如果你爱耶稣 将最大的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愿意紧紧的来去跟随你 我们愿意将你 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手位 主啊 求你今天早上 再次的圣灵来充满 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主啊 我们愿意来去跟随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如此的赞美 如此的敬拜 是奉告我就结束 最宝贵的生命祈求 我们一起说 Amen 哈利路亚再次 将荣耀的掌声 都归给我们的神 Amen 弟兄姐妹 请就座 我们将时间交给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刚唱的那首的诗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吗 请差遣我 不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所以呢 我们感恩在今天早上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 有生命祭祈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弟兄姐妹 大年十六 我们昨天晚上 刚刚庆祝完元宵节对吗 你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啊 我不是问你们在那边偷鸡 还是什么 你们昨天怎样庆祝 你们昨天晚上 你知道吗 我知道在当中有一些人呢 他从早上开始呢 他就是带着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们呢 去追那个的狮子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从早上追到下午 再追到晚上 因为他现在不追的话 他要等多一年才可以追到 有些人是这样子 庆祝他们的元宵节 有一些人呢 就吃大餐 因为你不吃的话 要等到三百六十五天 那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呢 有一些人就 难得有机会就休闲呢 就去看了一场的电影 这个当中呢 有许多的人呢 都在享受昨天喔 那无论如何 昨天已经是过去了 今天 代表呢 什么呢 我们的新年庆典呢 正式告一个的段落 那同时呢 我们 在几个礼拜前所分享的 信心的使徒信心 也暂时 告一个的段落 那今天早上呢 我们会来探讨一个 全新的课题是什么呢 福气 灵门 哎呀 听到这个福气的时候 好像年还没有过去这样喔 那弟兄姐妹 你们希望 有福气吗 好像 好像只有我希望罢了 还是你们 觉得你们很多福气了 我觉得 怎么看呢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福气 能够灵到他们 你知道吗 我们在 在怎么样 在祝贺别人的时候呢 可以的话 你知道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祝贺语里面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福字 因为我们知道福是好的东西了 那比如说什么呢 类似 福如东海 然后 五福 五福什么 你们比我还会喔 你看 然后福星什么 哇 不错 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旺德 旺德福 旺德福啊 所以你看 每次我们在祝贺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子喔 然后呢 在家家户户呢 他们新年期间 他们在贴春年的时候呢 中间呢一定有一个什么字呢 什么字啊 弟兄姐妹 五字 你知道 我的 我的孩子喔 那我隔壁家呢 就住了一个的中国太太 你知道他们中国人呢 他们庆祝新年的时候 那种新年的兴奋 非常的浓郁喔 所以呢 他每一次一经过 看到他们的家门口 是有很 有怎么样讲呢 有就是高高高挂的那些的灯笼 还有一些新年的那些摆设呢 所以他就说 爸爸我也要 我也要我们家 有这样子的 那所以呢 他就叫我跟我的师母呢 我们就去买了一些的这些村联喔 就怎么样呢 就让他 好吧 那你喜欢的话你自己就贴吧 那所以呢 你看 这是我家的门前喔 有什么呢 你看到吗 在中间 大大个的符字 这个不是我贴的喔 是他贴的喔 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些的点子 他就贴在那边 然后呢 他还蛮有创意 不是我卖花站花香 他是真的有创意的啦 你看 旁边那符还伴随着六个的小红包 那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个人呢 都 都怎么样讲呢 每个人都喜欢福气 我们没有人不要福喔 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福气 对吗 那问题是 像刚刚 这样子喔 你看我的家这样子喔 我的那个福字 贴到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跟人家恭贺的时候 我们也说很多好听的祝贺语 有福字的祝贺语 我在这边要问大家 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是不是说 这个福气 就真的是能够好像我们贴的那个的福字 你得巴勒来贴也好 怎么样的好 那个福就一定会 从天而降临到我们呢 会这样吗 不会喔 有人摇头了喔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的答案喔 那今天 如果这个的福气 它真的没有临到我们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是能够有满满的福气呢 那今天早上呢 要跟大家一起的来思考的经文是什么呢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在菲利比书4章10到14节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10 to 14 有一些不同的华语的 我就在这里念出来给他 那那个经节呢 就可能要麻烦你们自己 在你们的圣经那边去看喔 那这边好不好我们一起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出来 菲利比书4章10至14节 第10节 预备起 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现在又在想起我来 其实你们一向都在想念我 只是没有机会表示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 我已经学会了 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富裕 我已经得了秘诀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 都可以知足 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 凡事都能做 然而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 实在是好的 让我们低头 我们一同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青年过后 你仍然给我们恩典 你仍然恩待我们 仍然建顾我们 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今天我们感恩 能够一同来敬拜你 一同来学习 一同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帮助你的仆人 让他所分享的都是从你而来 也帮助每一位在当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 来从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再次得到激励 再一次的得到帮助 感谢你以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那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在菲律比书这边 对吗 那保罗 有没有人知道说 保罗他在写菲律比书的时候 他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知道吗 他其实正在坐牢 他其实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他正在坐牢 他被关在哪里呢 他被关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监义里面 在等着这个罗马政府对他的审讯 那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的什么事实呢 是什么呢 那一个被关在监义里面的人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我没有关在监义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知道那些被关在监义里面的人 他们在里面真的是什么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 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 他被关在监义里面 在什么资言都没有情况的 什么资言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在前路茫茫 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他的时候 如果他说 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的话 那这个人呢 要么就是头脑错乱 精神错乱 要么呢 就是真的是呢 有东西 他有特别的经历 发生在他的身上 不然的话 哪里有人坐监牢 会讲他很喜乐的 对吗 是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 那 保罗呢 这个的人物呢 今天我们来认识他一下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我称他是一个的Legend 一个的传奇 那这个人呢 他在年少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疯狂的一个人 有一句称 也是最刚的来形容他 叫什么呢 年少轻狂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在小时候 他的家境也不差 他家境也不差 小小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送他去 非常有名的 那个老师的门下那边来学习 那所以呢 他很早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 犹太律法是怎么样的 那当他稍微比较青年的时候呢 比较有能力的时候 他一看到基督徒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脑海 在脑海中的东西是什么 他一定要把这些的所谓的基督徒呢 去抓起来 抓起来 然后把他们下在 就就 关在监牢里面 那那时候的保罗呢 他做了很多 伤天害理的事 在我们基督徒 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事 每一个基督徒呢 一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就说 哎呀 那个时候他不叫保罗 他叫扫罗 哎呀扫罗来了 扫罗来了 这样子 那弟兄姊妹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 关于这个保罗的这段经历的话 那你们可以看 这个使徒新传第九章 那使徒新传第九章 那个很特别的经历 当他在做了这些 伤天害理的事的时候 神总有办法 让他去经历他 这个特别的经历呢 就让保罗呢 怎么样呢 他重新的去认识主耶稣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保罗的生命呢 就不再一样了 他怎么样呢 他跟他过去的生命呢 说拜拜 他拜拜他过去的生命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不单只是讲拜拜 他不是说再见 他是完完全全的切割 他就是拜拜 他不说再见 完完全全的切割 那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在之前啊 当他去残害基督徒 他去做那些 很残暴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有这个 源源不绝的那一个的资源 Full of resources 那个时候的那种的 祭司长啊 那些的法利赛人啊 都会给他support 都会给他支持喔 你知道吗 他要拿到这个license 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 他很容易就拿到这个的license了 然后今天突然之间呢 他整个人转向了 从以前的做进那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怎么样的去逼迫基督徒啊 然后呢 把基督徒下在监牢里面呢 到今天180度转变 变成了怎么样呢 以前他所讲的不好的东西 今天他大力的去传扬那个的福音 那个的信仰 那大家想想看 这种的转变喔 这种的转变 以前那些support他的那些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 他们还会support他吗 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是不会嘛 对吗 那如果没有了这些人的support的话 保罗那个时候还能够依靠谁呢 那些以前被他残害的基督徒 当他要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会讲 你是讲真话还是讲鬼话 然后呢之前的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 又不支持他 那他还可以靠谁呢 谁还可以成为他的资源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保罗呢 他当时呢 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啊 你知道吗 他会用我们一句华人的说话 我们华人最喜欢福气 这个所谓的福气呢 在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 就离开他而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人生的种种的逆境 在信仰的道路上 他不是被恐吓啦 要不然就是被打啦 他还怎么样呢 差一点就是被石头打到差一点断气 要不然呢就是怎么样呢 被人家给关在监牢里面 不然的话就被 不好意思 我的麦没有电了 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被这个被人给关在监牢里面 从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 就是他在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 他有许多方面的缺乏 那更省的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神还怎么样 让他呢 就是差一点的死在大海中 那从保罗的经历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在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人生真的是面对很多很多的那种的逆境喔 那说到这个逆境 弟兄姐妹 没有人呢会喜欢逆境 有人会喜欢逆境吗 没有嘛 逆境跟福气是什么 就是反义词嘛 对吗 我也不想要逆境 没有人想要逆境 但是每一个逆境的背后呢 如果我们跳出来看的话 都有神想要他成就的事情 我深深的相信弟兄姐妹 神他从来不会浪费 每一个爱他的人所遭受的逆境 在保罗的身上也是一样 在当时呢 透过这个人生的逆境呢 神呢 就在那边磨练保罗 磨练保罗什么呢 磨练保罗 对神的信心 在缺乏的时候 在缺乏的时候 当保罗缺乏的时候 神让保罗学习什么呢 学习供应的神 你知道他在离开了他过去的那种的生命过后呢 他不再靠他的家人 他做什么呢 他在那边自给自主 他在那边制造帐篷 他自己在那边养活他自己 没有人供应给他 在缺乏的时候 他相信神是他供应的神 当保罗软弱的时候呢 当保罗软弱的时候 被人家打到差不多要死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下去的时候 神让保罗怎么样呢 学习去体会 神如何赐能力给他 当保罗真的被人家打到 被石头打到受伤的时候 神让保罗怎么样呢 神让保罗学习 神如何的去医治他 神如何的去医治他 当保罗被人家恐吓的时候 神让保罗学习的时候 神让保罗学习什么呢 神让保罗学习到什么呢 神如何去拯救他 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言 没有任何的支持的时候 神让保罗学习什么呢 神如何去拯救他 神是与保罗同在的神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透过逆境呢 透过这个的逆境 弟兄姐妹 神他让保罗慢慢的在神里面学会什么呢 你看那四个字 除之泰然 泰山亚顶 不管面对人生的逆境顺境 他都不会担心 定定来 定定来 透过逆境 神让保罗也学习到什么呢 在神里面学习到 随意而安 随意而安 这种的东西 弟兄姐妹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 要随意而安这么容易吗 如果不是神让保罗经历那根的逆境 他怎么可能会经历 会知道什么叫做随意而安 还有什么呢 还有透过逆境 神让保罗慢慢的学会什么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知足常乐 不管是生命当中有还是没有 保罗在这当中呢 体会到什么叫做知足常乐 透过逆境呢 保罗 神让保罗学习到什么呢 在神里面的恩典勾用 弟兄姐妹你看到吗 透过这些的所谓的逆境 神 其实与保罗同在 神其实让保罗呢 透过这些的逆境呢 他慢慢的学会了许多的事情 最终呢 这种的学呢 这种的逆境呢 让保罗可以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呢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那每一次的这个的逆境呢 弟兄姐妹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逆境 神他都成为保罗呢 可以依靠的资源 当我们在读着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 保罗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一共在新月里面有多少卷书呢 十三卷书信 十三卷的书信 那每一次当我们认真的去读保罗所写的 那个书信的时候 里面的经文呢 都在记录保罗的这个心路里程 没有那一份的经历呢 没有那一种的坚持呢 我们不能够体会 我们不能够看到他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 每一个字句的背后呢 都见证了保罗对神的认识 也见证了保罗对神的信心 更见证了什么呢 见证了神在保罗身上的恩典跟作为 当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整个人呢 他在信了主过后呢 透过这些神给他的遭遇 这些的所谓的逆境呢 他对整个的价值观 还有这个整个生命的领悟 就不再一样了 那在提摩泰前书呢 在提摩泰前书六章六至十节那边呢 有一段的经文呢 是非常非常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他劝勉了提摩泰呢 要教导弟兄姐妹 要学习什么呢 敬钱跟自主 敬钱跟自主 那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一看 这个的经文 1 Timothy chapter 6 verse 6 to 10 在第六节 在第六节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的来念 来预备 一二三起 其实敬钱而又知足 就是得大力的途径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医有识 就应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落在试探中和陷阱里 又落在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 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爱钱财 就被引诱 离开真道 用许多痛苦 把自己吃透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 读着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大家心里面有想到什么 或者是说 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 有没有好像这段经文所讲的经历 很多时候 我们很常听人家说什么呢 弟兄姐妹 射字头上一把刀 你如果熟悉中文的话 你就会知道 射字的部首就是一个刀的部首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真正的罪亏祸首是什么 贪恋 贪恋才是我们人生当中 真正的罪亏祸首 我们在看着这些字的时候 贪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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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恋才是罪亏祸首 因为贪恋呢 人才会贪恋美色 美色是什么呢 美色就是sex 许多人因为这个东西呢 身败名裂惹祸上身 那因为贪恋呢 人才会贪恋这个的钱财 钱财是什么呢 钱财是money 那因为这个的钱财 因为这个的money呢 许多人呢 就没有了回头路 他们的人生当中呢 他们做了许许多多 让他们自己后悔的事情 因为这个money呢 他们赔了家人 也赔上了自己 因为贪恋呢 人才会迷失在权力当中 权力是什么呢 权力是power 这些迷失在power里面的这些人呢 他们怎么样呢 因为权力 他们斗个 斗个怎么样呢 你死我活 他们不断的在那边 争斗这个的权力 到最后呢 他们迷失了自己 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 这些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呢 sex power and money 这所谓的SPM SPM 现在呢 我们phone5的学生 还在考着SPM 对吗 他们的SPM还没有考完 那个是他们 在phone5的时候 他们要去考的试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呢 我们要考的SPM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ex power and money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在这一个考试当中呢 我们都斐楼了 斐楼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不及格了 因为这个SPM呢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SPM呢 我们人的贪念呢 造成我们呢 永远 永远都无法自主 今天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弟兄姐妹 贪念呢 为我们带来了 人生当中 许许多多 不必要的麻烦 在我们所想不到的时候 贪念所造成的这个的逆境呢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随时都可能找上门 今年的赫税电影有很多部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哪一部 那特别在当中呢 我想问一问大家 钱不够用 三 大家看了没有 有看了 举一举手看 阿妹 才三个人啊 看来你们的钱真的很够用 因为才三个人看罢了 看来真的 其他人都没有看 不需要去看吗 我感恩啊 我感恩啊 我觉得 我可能要去看一下 我的钱呢 我的钱是不够用 我的钱是不够用 但是呢 我有另外的体会了 那 这一套电影呢 就是 其实呢 很多人都没有去看 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 因为我真的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说还没有看 那可能呢 现在在他们当中呢 最黑的不是钱不够用 最黑的是怎么样 从200斤捡到100斤 对吗 贾铃的那个热辣捆烫 我相信大家会比较期待 那说到这个钱不够用的 系列的电影 弟兄姐妹 这部电影是一部 伴随我长大的电影 在20 在1998年的时候 第一集的钱不够用 然后呢 到了2008年的 钱不够用第二 那时候 我真的看到的时候 都真的是 满满的感动 所以我特别记得 在那个钱不够用二的时候 那个另外的 其中的一个主角 他们的妈妈 整天都在那边讲什么 在讲他的儿子的时候 在讲什么 阿辉 你吃饭吗 阿辉 你吃饭吗 真的是 让我印象深刻 一直到现在 我不知道 大家在看了 刚刚那几个举手的人 你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可能你们真的就好像我这样子 我也想去知道一下 到底呢 这一个 这部戏呢 它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现在呢 通货膨胀 我们就知道我们马来西亚 年年都在讲通货膨胀 也在讲什么呢 马币贬值 马币兑换美元 大家知道多少吗 CQ8 弟兄姐妹 CQ8 在人人钱不够用的时代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掌握 从钱不够用到 钱不够用 我想信 我想这个的秘诀 应该是大家想知道的吧 但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 除了 除了怎么样呢 除了又酷啊 又笑啊 被里头的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剧情所感动之外呢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一点吓到 吓到什么呢 这部电影 给人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 好像一个福音的电影 有哦 我看到有人在那边点头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电影里面的情节就是什么 讲到有很多跟基督徒有关的情节 我们都会很熟悉啊 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教堂的一个的画面 看到教堂 看到有一个牧师 站在前面 好像我这样 然后呢看到什么呢 看到 看到在听到 非常的努力在那边做笔记 还跟别人 还跟隔壁的人去哪一本圣经 在那边做笔记 然后呢还谈到什么呢 还谈到奉献的情节 那个超搞笑 那个超搞笑 然后甚至连 主导文 弟兄姐妹 主导文都能够在电影里面 听得见 你能够相信这个是 钱不够用电影里面 会有的情节吗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这部的电影呢 看到最后呢 让我最坎坎的地方是在哪里 那其中的一位的男主角呢 他在穷的时候 他在穷的时候 他非常的乐于去帮助人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要他帮助的话 他都从来不会跟你say no的 但是呢 后来因为发生什么事呢 后来因为这个的贪恋 他的人生路呢就开始走离了 就开始走歪了 然后呢他就坐进了许许多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到最后呢甚至呢 弄到他们的兄弟情 兄弟之间的那些情谊呢 也破裂了 然后害了别人呢 也害了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 让我感触良多的 就是他的女儿跟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爸爸我还是喜欢你穷的时候 你穷的时候你会帮助人 但是你有钱的时候呢 你只会去害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是在鼓吹这部电影 梁志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 我真的是有感而发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呢 我鼓励大家去看 每一部用心拍的电影呢 都值得我们花钱去支持 我相信呢 我们大家在看了以后这部电影呢 我相信对我们基督教的那种的信仰呢 传统方面的那种价值观 你在奉献金钱的时候 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的态度 还有那些因为华人文化 所造成的那种的信仰冲突跟误解呢 会有很深刻很深刻的体会 在西马呢 有一位牧师呢 他在看了这部电影 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 在最后呢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结论是 看着看着钱不够用呢 无形中 你就走入了教会 进入神的同在 那或许大家听到我说到这里呢 弟兄姐妹 你会觉得 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吗 没有错啊 他真的 你们真的是讲对了 只不过是一部的电影 然后电影在开始的时候 也有说到那几个字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发现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戏如人生啊 人生如戏啊 那如果你熟悉 这个导演梁志强呢 如果你真的有跟进 他的这个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的导演呢 他真的是鬼才导演啊 他在他的电影里面 都有非常幽默的 一个的严肃 那除了让我们在看了过后呢 我们可以笑不停 这样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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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不停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怎么样呢 笑中又有泪 泪了又笑笑了又有泪 那流眼泪的泪啊 他的电影呢 也非常的贴近明星 很多时候都怎么样呢 都道出了我们现代人的心声啊 那所以呢 在他的每一部的电影呢 都非常的卖座 一部比一部还要好 但是这个梁志强呢 他却在 哇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他的时候 爬到人生的高峰的时候呢 他爆出了他生命当中 足以造成他致命的一个的丑闻 什么丑闻呢 婚外情 这个婚外情的风波呢 让他跟他的家庭 你看 整个的家庭呢 都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梁志强呢 他成了千夫所子 他的事业停顿 他的所有广告的代言都没有了 他让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 在他人生面对逆境的时候 弟兄姐妹 他一切 所有 可以让他可以依靠的资源 都耗尽了 在无计可施 无路可走之下 弟兄姐妹 梁志强跟他的太太 走进了教堂 在那个时候的他们 神成了他们唯一 可以依靠的资源 梁志强跟他的太太走进了教堂过后呢 真的很奇妙的弟兄姐妹 神就透过教会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不断的在关心 不断的在去陪伴他们 然后呢 那个牧师呢 也非常的乐意呢 去帮助梁志强 能够从这个逆境当中去走出来 那透过弟兄姐妹的关爱 透过牧师的关怀 牧师的支柱 让他们夫妇俩呢 在这一段期间 在他们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他们大大的经历神的爱 你知道神多厉害吗 最后这两个人呢 都信了耶稣 都信了耶稣 然后呢 有好几次呢 梁志强在刚刚接受主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到处的 到处的去不同的教会那边 来为神来做见证 那我就看了他的见证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分享 让我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主耶稣 他的人生到今天 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的past tense past tense是什么 过去的 他的人生会成为一个的过去式 弟兄姐妹 对那种欲望的贪念 什么的欲望呢 那个sex 对欲望的贪念 让梁志强呢 从高峰跌到谷底 但是 梁志强却在生命的谷底的时候 在他面对人生逆境的时候呢 他找到神成为他的资源 神使用这个逆境呢 不单只是改变了梁志强 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的家庭的 人生观价值观 梁志强全家呢 在逆境当中呢 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 恩典够用 那所以呢 名字 影片的名称呢 才会从全部够用3 到全部够用 全部 从全部够用3 到全部够用 你看一个字的差别 知道福音的人 是基督徒的人 你就知道一个字的差别 那当中的转换 完全不一样 那今天 各位主所爱的弟兄姐妹 从保罗的经历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嘛 保罗以前怎么样 在新的主之后 他遭受大大的逆境 也从梁志强的这个经历当中 到底今天的我们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 恩典够用的秘诀 恩典够用的秘诀 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弟兄姐妹 免不了会面对各个种种 大大小小的遭遇 这些遭遇呢 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人生呢 就好像坐过山车这样子 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有时就高山 有时候呢 就低谷 我在高山的时候 哇 我们的生活真的是 哇 非常非常的顺境 做起事来啊 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啊 但是低谷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活 就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困境 跟挑战 你知道吗 做起事来 哪怕是小小的事情 你都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但是今天 从我们今天的分享到现在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实呢 弟兄姐妹 不管是顺境 不管是逆境 不管是高山 不管是低谷 这本来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它就是我们的人生 今天不管你和我 我们是否是已经成了基督徒 这个所谓人生当中的高山跟低谷 都不会因此而改变 今天 不管是保罗 梁志强 还是你或者是我 你知道吗 他们的生命故事呢 每一天都不断的再重复 我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 每一天他们的生命顺境 然后逆境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面临破碎的边缘 然后在逆境的时候呢 他们怎么样 他们很辛苦 然后顺境的时候 他们很顺利 你知道吗 就好像一个的人生循环 这样子 每一天呢 都在这种顺境跟逆境 顺境跟逆境的环境当中 不断的在那边挣扎 当我们在看着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在看着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耶 今天 在我们的周围 有谁的人生没有顺境的时候 有吗 我们的人生都有顺境的时候 但同样的时候 有谁的人生没有逆境的时候 没有逆境的时候 都有耶 其实顺境或者逆境 弟兄姐妹 我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 本身都不是一个的问题 也都不可悲 真正的可悲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真正的可悲在于 我们不懂得在耶稣基督里面 找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没有看见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 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 都可以依靠的资源 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或许有一天 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那些愿意在逆境当中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回转归向神 他们依靠耶稣基督 他们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帮助的人 他们都领悟到一个的道理 什么的道理呢 那就是从什么都不够用 到神的恩典全部够用 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 舒舒服服的去听这信息的时候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思考一个的事实 弟兄姐妹 当人生当中恩典够用的时候 这难道不就是最好的福气吗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同样的也经历顺境跟逆境 在顺境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我意气风发 别人讲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但是当我的人生面对逆境的时候 我感恩 因为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把我给拉了回来 今天我才可以站在这边 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 那今天 耶稣基督呢 也要帮助那些 愿意来到他面前 来领受他福气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像保罗 你愿意像梁志强 还有许许多多的你和我 那些曾经在领受耶稣基督 恩典够用的福气的人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靠着加力量给他们的耶稣基督 凡事都能做 你愿意 可以依靠耶稣基督吗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当中 今后的每一天 每一秒的资源吗 在结束的时候 我想要带领大家一起的来分享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台湾励志大师呢 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的人物 他曾经来过我们巴社会 在一次的弟兄团的这个长年大会上 他曾经有来过我们这边 来分享他的一些的看见 那这位励志高手呢 他的名字叫戴成志 戴成志老师 那最近呢 他就在他的脸书上呢 放了一段很激励人心的一段话 很多时候呢 我都会去follow他 我都会去follow他 因为很多时候呢 透过他的分享呢 再次的来提醒了我 也再次的来激励我 那今天呢 我同样要接着他所说过的这句话呢 这一段话呢 来勉励大家 他写着什么呢 他写着说 遇见挫折不如意 事以为愿的时候 请别伤心 请别沮丧 请相信老天会另有安排 路绝没有到达尽头 只是我们要懂得转弯了 我们要重整信心 重新再出发 再前进 也让自己有一天 感受到绝处逢生的开心和喜悦 谢谢 弟兄姐妹 带老师口中的老天呢 就是天父 当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来到尽头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转个弯 转个弯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资源 我们就能够重整信心 再出发 再前进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 相信有一天 我们必定能够经历 绝处逢生 恩典够用 凡事都能做的福气 当生命中有神同在 有神家力量 生活无论面对高山或低谷 我们都能够享受神同在的福气灵门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帮助大家 让我们低头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你透过这简短的经文 你再次的来激励我们 再次的来勉励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看见 无论人生当中的顺境还是逆境 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主啊你帮助我们 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感恩 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以你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资源 请帮助我们 在人生当中的这一生 当我们在考这个SPM的试的时候 求你以我们同行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每一个困苦当中 经历神你如何加力量 经历神你如何 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我们谢谢你 愿将今天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你帮助我们 能够效法保罗 无论大事小事 都能够在你里面 找到恩典够用 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 凡事都能做 感谢你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你以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 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 让我们起立 我们一起的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 凡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质疑 我凡事都能做 心是未曾看见 亦然仰望世家 心是未曾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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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主的质疑 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我的补助 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那家给我你的愿意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家给我你的愿意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我的补助 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那家给我你的愿意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领受 我们要一同来领受 主的恩餐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餐 乃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举行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感恩 神依然在今天 祂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 来领受主的恩餐 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你们可以到耶稣这里来 主就使你们得安息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到耶稣这里来的 耶稣总不丢弃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要一起来享用圣餐的时候 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 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存着一颗感恩的心 每一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纪念他 也要帮助我们 去思想 去思考 圣餐 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借着圣餐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来赦免你和我的罪 来辅助我们的软弱 透过圣餐 耶稣供应他丰盛的生命能力 给所有在今天早上 包括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愿意来到神面前 痛心悔改的人 愿主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 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足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配 愿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印着心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骄傲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意 我们忘记了圣餐的意义 我们忘记了 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今天 求主帮助我们 来到威延圣洁的神面前 好好的爱切 我们也认罪 弟兄姐妹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愿我们大家在此刻 我们安静我们自己 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将我们内心隐藏的罪 将那些 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 一些所不讨生喜悦的话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谦卑的爱切的认罪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以致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优优独播剧 好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我要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 以荧幕上的这个的认罪文假 我们一起 爱切的在神面前 来承认我们的罪 上帝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你有永恒的爱 求你除掉我的过犯 因为你有无穷的人词 求你清除我的邪恶 洗礼我的罪孽 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自觉藏在罪恶中 我犯罪冒犯你 只是得罪你 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 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 你责备我是我所应得 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 从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 你所要的是真诚的心 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 求你除掉我的罪 使我洁净 求你洗礼我 使我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听见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你虽然粉碎了我 我会再次欢乐 上帝啊 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 求你赐给我一个 又心又忠诚的灵 不要把我从你面前赶走 不要从我身上 召回你的圣灵 让我重新体会 你救恩的喜乐 使我的灵 甘心乐意圣服你 阿们 弟兄姊妹 仍然保持站立 我们此刻 我们一起留心来恭听 我主耶稣基督 他设立圣餐的时候 他所说过的话 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住谢了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来吃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之后 主耶稣基督 他又拿起杯来 住谢了 就递给门徒 说 你们都喝这个 这个是我 立新月的血 为你们流出来 使罪得色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看来弟兄姊妹 主的恩典是 何等的美善 来吧 我们都一同来尝尝 主恩的滋味 弟兄姊妹 请坐 凡是你已经 领了成人洗礼 或者是你已经领了 坚信礼 你都可以跟我们 一起的来领受 主的恩餐 那同样的 线上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预备好 你们自己 预备好我们自己 来领受圣餐 那弟兄姊妹 如果你还没有领洗 你还没有受洗 你还没有坚信你的话 那如果那个饼跟酒 拍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就礼貌的 把它传给 把它转给 隔壁的弟兄姊妹 好 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邀请协助乡里的 我们的Amos传道 还有我们的掌子们 我们上前来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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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是你人生当中 第几次的领圣餐呢 无数次了吗 却主帮助我们 能够记起 每一次的圣餐都在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 圣餐是恩典 但不是理所与当然 如果你已经拿到饼 请你安静的在你的座位上 去思想 领受圣餐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众敬请起立 主耶稣说 你们拿来吃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要如此行 来纪念我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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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如果你已经拿到杯的话 请安静的在你的面前 坐在你的座位当中 继续的来祷告 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杯 是救恩之杯 当我们在喝着的时候 请思想 神的宝血 所带来的救恩 神的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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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说 你们都喝这个 这个是我立新月的血 为你们流出死罪得色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阿们 你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当存感恩的心 遵守他的话来行 并宣扬耶稣基督的死 和耶稣基督的救恩 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 愿你们平安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此刻以感恩的心来祷告 慈悲怜悲怜悯人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又再一次给予我们 有生命的恩典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 我们有机会 来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餐 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 特别你的灵 与我们同行 帮助我们 能够来培养我们的灵性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怜悯 靠着你的慈爱 更靠着你的公义 我们恳切地活出神 你要我们所活出的信仰 借着这个大恩典 再次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来增加我们的信心 无论是顺境逆境 都帮助我们坚定地 在你面前 紧紧地跟随你 感谢你 以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是的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 在这里领受 神的恩餐 今天早上我们也要来欢迎新朋友 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的吗 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 如果有的话会回首啊 那里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在那里啊 那我们有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你 冰堂的家人我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除了这位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啊 都是冰堂的家人是吗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起立啊 我们透过这首的欢迎歌 我们彼此来欢迎 也像我们的 这位新朋友 像冰堂的家人 要展示你们的热情啊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我们一起来 很高兴看到你 像我们前后的弟兄姐妹 问好说耶稣爱你 欢迎你 我们聚会 互相来写信 彼此来见你 希望以后会常 看到你 很高兴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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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很可爱 欢迎你参加我们聚会 互相来学习 彼此来距离 希望以后会常 看到你 希望每个星期都能够看到你们 弟兄姐妹请就座 那我们也要忘记了 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线上参与我们一起崇拜的 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你 在线上第一次参与我们的 我们也欢迎你们 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 关心冰堂的家事 冰堂欢迎您 家人们主日平安 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关心冰堂家事 冰堂家人 教会测量血压服务就在金主日进行 欢迎家人们在八点及十点堂崇拜后到教会图书馆 我们将有服事人员为您进行测量血压服务 谢谢 冰堂家人 Revival Prayer 冰堂祷告会将会在来临的星期三进行 家人们预留您的时间星期三晚上八点 有参加全人更新演会的家人们留意 记得要参与来临星期三晚的祷告会 在祷告会结束后也将会有一个简短的桌长说明会 请所有桌长们参与说明会 愿定您我们到时见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与每逢星期六早晨六点三十分 冰堂献上成祷会 让我们在早晨十分一同为着各事项祷告 也透过分享神的话语一同亲近我们的天父上帝 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献上我们的奉献 感谢观看 那让我们在奉献的当儿我们也一起来观赏 一段的影片 我看自己渺小 无能力 天父看我说 天父看我说 我们也要期待观赏人来 我们最爱感谢你献出给我们的恩赐 一段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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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奇迟随着我 我 我是天父的孩子 敬拜总得早智慧 手中有权柄安理 右手有真正的技巧 我 我是天父的孩子 带着神旺的种子 万有数天的盼望 喜乐充满我的心 我会不会再变成人 让他站在圣殿的高度 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 让我看自己渺小 无能力 天父看我说 你是我的孩子 在你车上里 我是 张艺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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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艺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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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父的孩子 敬拜总得早智慧 手中有权柄安理 开玩笑 郊艺悦 接着 mi 郊艺悦 郊艺悦 华шие measure cho cho mor 我会试试 我是天赋的孩子 几百种的教智慧 手中有全平的灵 有手有针的脾气强 我是天赋的孩子 带着希望的种子 满游书天的花王 饥饿充满我的心 咱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鼓励的掌声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 在上个星期 他们所主办的这个的营会 小朋友的营会 那在当中我们看见 他们有非常欢乐的时光 我相信也有很多学习的 这个的时光在当中 让我们这些的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栽培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Amen 我们这班的主日学的老师呢 也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辛苦了 再给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们 一个主力的掌声好不好 我们要在祷告中 我们要常常来纪念 纪念他们的事工 好 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也到了为生 那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透过主祷文来公祷 然后我们请教师为我们做祝福 绝书教导我们如此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自己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耐用的饮食 尽乐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在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就我们脱离那儿子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祢的 迟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以信心 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愿那位怜悯我们 爱我们的上帝 帮助我们 能够在耶稣基督里 找到满足 让我们这一生 靠着那 加给我们力量的 耶稣基督 凡事都够用 阿们 诚心所愿 阿们 给我们的神一个最荣耀的掌声 感谢大家 我们平安散会 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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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